土耳其的职业牧羊人正式开启了他们游牧生活的后半程 他们将在海拔更高的地区和羊群孤独地生存三个多月 然而在第一天晚上狼群就包围了他们 他们的牧羊犬对着狼群狂吠了一整夜熬过了艰难的一板 清晨博主一行继续启程 据博主解释 昨天晚上他们的七条砍高犬表现得非常出色 尽管狼群一直游走在附近的山上 他们的牧羊犬仍然出色地保护了羊群的安全 没有一只狼突破牧羊犬的防线 也没有羊受到野狼的袭击 这条老的牧羊犬累坏了 昨天晚上他带领牧羊犬和狼群隔空对峙了一整夜 早上他才勉强躺下休息 博主尽量不去打扰他 让他充分休息以补充精力 在启程前 博主为我们展示了他们的早餐 他的妈妈在他们上山之前 特意准备了奶酪和一种凝乳干酪 为了让干酪更具风味 他的妈妈在乳清中特意添加了一些叫门得客的草 这可以让凝乳干酪搭配面包时味道更好 早晨阳光明媚 这是博主一行每天最惬意的时光 羊群还没有开始行动 因此无需担心他们乱跑 而且昨晚狼群徘徊一整晚后 现在也需要休息 博主终于有时间好好吃一顿早餐 惬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在博主吃完早餐后 他们又开始赶着羊群启程 每天他们都需要大量的牧草 到了中午 博主像往常一样走在羊群的最前方 因为他需要规划行进路线 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 他们终于绕开了一些地形崎岖 陡峭的山崖 当博主爬上一处山址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草场风貌的土地 接下来的计划是 他们将赶着羊群朝画面左侧更高的草场移动 考虑到此地的环境相对平坦 没有陡峭的山坡 博主一行并不急着赶着羊群离开这里 可能会在这里待上两三天 毕竟 迁徙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一处水草风貌的地方 而这里正是理想的选择 博主计划先让羊群吃光脚下的牧草 然后再将羊群赶到山脊的另一侧 因此 他们需要控制羊群 确保他们不会乱跑 如果有羊翻越山脊 在没有人发现的情况下 可能会遭遇狼袭 牧羊生活非常艰辛 相比博主 其他牧羊人的工作更加辛苦 他们每天都要带着羊群移动很远的距离 在山上管理羊群非常困难 博主说 山奥会阻打我们的视线 如果有羊在山奥的另一侧 没有跟上羊群的队伍 我们就很难发现它 这时 这些羊就很容易遭遇狼袭 狼会在牧羊人和牧羊犬 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 袭击脱离羊群的羊 所以我需要来回不停地移动 却保没有羊吊动 这样的工作因为新加入的羊群而变得更加复杂 新羊群没有统一的投羊代理 各自游荡在山坡上 然而 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有一只羊在白天被野狼咬伤了后腿 它无法行动 一条牧羊犬从狼嘴里就吓了它 不过 这一幕没有被博主用手机拍下来 当它得知消息赶来时 牧羊犬已经把狼赶走了 狼袭击事件再次发生 迫使博主一行 必须在天黑之前 将羊群赶到更容易防御的地方 再有两个小时夜幕就要降临 大地将逐渐笼罩在黑暗中 然而 羊群的表现让博主不禁皱眉 它们似乎像白天没有吃饱一样 在夜里还在不断吃草 这种行为事实上很容易让它们暴露在危险中 夜里移动的羊很容易被狼抓住 羊群在晚上遍布山坡 还在不停移动 即使博主如何呼唤 羊群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 首先 新加入的羊群和原来的羊群还没有熟悉 没有形成团队意识 其次 今夜它们没有搭建简易的羊岚 来将还不熟悉的羊群关起来 事情正朝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他们在夜里漫山遍野地乱跑 即使有牧羊群在场 羊群仍然很容易遭受野狼的袭击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博主没有继续拍摄视频 他们此刻迫在眉睫 需要收拢羊群 那么 狼群会不会在夜里再度来袭 他们是否找到了所有的羊 第二天早上 悲催的一幕还是发生了 博主的羊群在昨天夜里遭到了狼群的袭击 根据博主的说法 对面山上遍布被野狼猎杀的羊群 有超过三十多只羊在这里被狼群杀死 博主从一侧马路下到河谷 很快就发现一直已经被狼吃掉一半的羊 由于新老羊群相互缺乏团队精神 分散和误导了所有的牧羊群以及博主以和的同伴 昨晚当牧羊群发现野狼时 它带着狗群追得太远 博主则以为它们很可能抓住野狼 因此也远离了羊群 然而 谁也没想到 其余的狼会趁机从山上下来袭击了羊群 并有机会吃掉这只羊的一半身体 博主决定去更高处看看 在半山腰的位置 它再次发现一只被狼猎杀的羊 狼并没有吃掉这只羊 而是享受杀戮的乐趣 在距离这只羊不远的地方 博主又一次发现一只被狼猎杀的羊 这已经是博主在山上发现的第三只被狼猎杀的羊 这并不容易 博主说道 大部分被狼猎杀的羊倒在树后 很难发现它们 而且天气太热了 博主决定下山 带上几只牧羊犬 回到这里碰碰运气 他肯定这些被丢弃在山上的羊 还会吸引狼群回来 如果有机会 他的牧羊犬可能会和狼群在这里爆发冲突 晚上 狼群果然回来了 博主一行在山上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他们的牧羊犬追了过去 然而在夜里 视野受限 博主只能在远处生源牧羊犬 当晚埋伏狼群的计划并未成功 第二天早上 博主在半山腰的位置 远远看到它们的牧羊犬朝山顶追去 且越追越远 牧羊犬应该发现了什么 博主起飞了无人机 决定从空中查看 确定牧羊犬的方向 经过一段时间 在山的另一侧 靠近山脚下的位置 博主终于找到了消失的牧羊犬了 它们跑出的距离超过五公里 显得异常兴奋 不过 这也是在靠近村庄的位置 牧羊犬的行动 让博主感到疑惑 起初 它以为牧羊犬在追兔子或狐狸 甚至是村子附近的流浪狗 无人机徘徊在牧羊犬的头顶 它们在一处树林亭下 对着一处灌木丛不停狂吠 似乎抓住了什么 可惜 博主在山的另一侧 无法及时支援狗群 而且 无人机在天空飞得很远 电池即将耗尽 博主无法在牧羊犬头顶停留太久 也没有太多时间观察被它们围困的动物 但根据牧羊犬的反应 很可能是一匹狼 当博主回到家时 抓狼的牧羊犬已经回来 它们身上都有搏斗的痕迹 尤其是其中一条激进的巨型砍高拳 肩部和脖子上都有狼咬伤的痕迹 从牧羊犬身上的伤情可以判断出 昨晚的战斗一定非常激烈 虽然受到了重创 但并不致命 不过牧羊犬的英勇行为 也确实成功地为羊群赴了仇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此类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探长 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